当兵八个多月的艺人明道今天到了电台来接受访问 谈到了双十国庆仪队的表演 明道坦诚当时压力很大 他几乎都是每做完一个枪法就松了一口气 特别的是一个悬枪的动作 他生怕会掉枪当众出球 不过他也说了军理生涯收获很多 特别的是会珍惜身边的人 穿着特别绣上了陆军仪队的小红牌的制服 戴上了大盘帽 明道熊啾啾气昂昂的 在部队手捆之下接受了电台的访问 当兵八个多月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在双十国庆的一队表演 明道坦诚当天压力很大 因为他知道媒体的一只眼睛在看表演 另一只眼睛在等着看明道 什么时候会突刺 几乎是每做完一个枪法 松口气 特别是他走位到前排时做悬枪的动作 生怕会掉枪 零点几秒 枪是离开我的手上 所以我很怕他最怕在那里面几秒 一个小时的访问 明道挺直的腰杆坐三飞椅子 肤色晒得有黑发亮 已经从奶油变成了酱油 男生蜕变成男人 助身唐湘龙还现场验货 那个是有练过的 八个多月的军礼生涯 让明道体悟到很多 我对很多事情的观感 对很多事情的态度 我觉得都有完全不一样 而且你会对身边的人更珍惜 在重返演艺圈之前 明道说会更珍惜 剩下两个多月的军中生活 我